那我就抱着恶难毒体进入异火 自绝于天下 小医生的恶难毒体好像没有爆发 在世人眼里 恶难毒体是不祥之人 但不祥之人又岂止恶难毒体 当初我来学院之时 我被云兰宗追杀的消息人尽皆知 在加玛帝国我就是不祥之人 但学院不拒我入门 这是为什么 云兰宗全境追杀我萧嫣 但学院仍借我一伙 助我抗敌 又是为什么 因为学院从不以外界的声音 来做自己的判断 既不拒绝天父之子 也不拒绝穷途之人 不臣服势力滔天 也不谄媚于武力至上 因为迦南学院 有自己的正义与信念 这就是为何小医先快要恶难毒体爆发之时 我第一反应就是回迦南学院 因为我相信学院会接纳的 正如当初接纳我一样 恶难毒体一旦爆发 全院都将毁于一旦 何止你我 萧嫣根本没有把大家的生死放在心上 要不是你故意设计 它不可能这么早爆发 现在说这些已无意义 即使现在没事 但恶难毒体无药可减 留下来终归是隐患 我有办法 你撒谎 这世上根本没有解决恶难毒体的办法 有 院长 恶难毒体 并非无药可解 只是此药寻得艰难 世人 才把它视作无解 萧嫣只求一点时间 请院长成全 求院长成全 求院长成全 可笑 谁知道你的解药要找多久 难道你一辈子找不到 恶难毒体就要在嘉南学院待一辈子吗 时间长短 萧嫣听从院长吩咐 若时间起码 你还找不到解决办法呢 又或找 恶难毒体突然爆发呢 那我就抱着恶难毒体进入异火 自绝于天下 他竟然可以在凝固空间内 把毒气吸收回去 你的朋友 可以在天坟练剂塔暂避 时间的长短 我因形式而定 谢院长 院长 在此期间 学院的安全由我来保证 此事一定 不必在意 刚才若是场面失控 你导致做什么 他不会失控 刚才他差点爆发 却突然收回了毒气 若真像古籍上所描述的那样 回收毒气之痛 可远超于自尽哪 你强行收回了毒气 死是容易的 但我今天若死在这里 天坟练剂塔就会因此废弃 萧嫣也会因待我进他的决定 悔恨终生 我不想他有这样的悔恨 你如此年轻 就能懂得悔恨的痛苦 女王 你安心待在这里 不会再有人进来打扰你 你们也可以留下 总得有个人 留下看着这帮孩子吧 你就不必留下了 你们能够安然地离开 全败小一仙的隐忍 下次 不可再鲁莽 但愿你们能有好运 愿你们 不会徒留悔恨 多谢院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